大家好,我是财满小青 最近我看到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 这份报告主要就是调查了 今年都有哪些新兴职业薪水比较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报告显示 宠物医生、健身教练、调酒师 位列高薪排行榜的前三名 其中宠物医生的平均月收入最高 有28.57%的宠物医生月收入在2万元以上 已经超过大部分白领的收入了 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 近几年身边养宠物的朋友 是越来越多了 包括我们自己公司就养了几只猫 2008年我国宠物数量只有0.3亿只 到了2017年就达到了2.5亿只 这10年里增长了近10倍 宠物多了医疗需求3也跟着上涨了 今年我国宠物医疗行业的市场规模是570多亿 预计2020年能达到800多亿 而且现在宠物医生的人才缺口非常的大 据调查 我国每年学动物医学本科毕业生 从事宠物诊疗这个行业的人数不足10% 所以现在还在选专业的同学 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专业 再来说一下健身教练 健身行业确实是属于招养行业 因为我国的健身产值在逐年的增加 去年已经达到了1545个亿 今年4月份 我国获得职业证书的健身教练是7.9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5% 这么多的人选择去当健身教练 也恰恰说明了这一块的人才比较稀缺 自然挣的也不少 平均月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 最后是调酒师 数据显示 北京 上海 青岛 深圳 广州这些大城市 每年缺少5000名左右的调酒师 平均薪资也在1万元左右 我觉得调酒师这个职业 可以在一月时间兼职做一做 因为多数都是在晚上工作 而且调查显示 调酒师的单身率最高能达到25% 每4个调酒师就有一个人是单身 估计和他们黑白电脑工作时间有关系 另外这份研究报告 还有很多你意料之外的事情 比方说超三成的育婴师竟然是男性 健身教练大多数都来自于东北等等